以故富商林百新孙女 宁源谢玲玲女儿林田 与同样出身富裕的老公何正德 十年前在法国南部举行婚礼 在返岗不摆婚宴 林田儿去年十月生日 曾重游结婚就地 大晒甜蜜 适逢今年结婚十周年 林田儿与老公去旅行 并在办沙滩婚礼 庆祝结婚周年纪念 林田儿于2014年4月28日 与老公何正德结婚 二人婚后 育有一子一女 生活美满 近日二人出发到 菲律宾旅行庆祝 当时曾在社交网的 现实动态分享 携13个行李箱外游的照片 到达机场时 有专人举起 EK Anniversary Party 自排街机 相当大阵仗 林田儿与老公5月1日 在IG同时上载再办婚礼片段 二人置身沙滩的花丛中 在亲友的见证下 再一次重申 对彼此的誓言和承诺 有有人在社交网爆料 一行人到菲律宾巴拉望岛 婚礼现场所见 在沙滩上进行仪式 数十宾客坐在两旁 前方的一条花鹿 用上大量百合花布置 穿上漏肩婚纱的林田儿 沿花鹿起到老公身边 二人会合时 和郑德上前迎接太太 在牵手步上台前 接受众人祝福 明远圈好友观影 刘德华爱妻表妹 大马千金 陈雪玲 名人邓永枪 爱女邓爱家等 也有留言祝贺 林田儿在 IG放闪分享合照留言 My Forever Bear 她又与老公同时出铁文 表示 4月28日的黄昏 在海滩上 重申对彼此的誓言和承诺 与二人最亲近的亲友 一起庆祝特殊的里程碑 又指十年来 很幸运地嫁给最好的朋友 一生的挚爱 最好的父亲 二人又表示 一路走来并非一帆风顺 有起有落 有高潮也有低潮 但无论健康或疾病 都会恪守诺言 永恒的爱承诺和承诺 林百新家族 掀起了家族征产风波 这是发生在家族 第二代成员之间的事情 不涉及第三代 对于林建月的子女来说 生活如常 人生依然按照计划进行 林田儿当下的人生计划 就是外出旅游 庆祝与丈夫结婚十周年 一家人搭乘私人飞机 抵达了菲律宾之后 又搭乘游艇 前往爱尔尼多度假村 随行的行李 多达十三箱 可谓是浩浩荡荡 林田儿夫妇 在爱尔尼多度假村 并不是家族之旅 他们要再次举办一场盛大的结婚周年派对 毕竟这是结婚十周年 身为香港顶级名媛的她 当然不能轻易打发 事实上 她除了邀请家人 还邀请了闺蜜前往参加 所以这又是一场盛大的派对 林田儿暂时没有晒出 这场盛大的结婚周年派对的照片 不过到场宾客 已经等不及要分享参与的喜悦之情 从被公开的视频 照片来看 这场纪念派对仪式感十足 白天的时候 在海滩上 有一场庄重的仪式 现场的布置相当精致 沿路上插满了白色的百合 一直到主席台 林田儿穿着白色的婚纱 丈夫和郑德 穿着白色的礼服 两人手玩手走向主席台 两人亲友的见证之下 在牧师的主持之下 再度进行宣誓 看起来就像是重办了一场婚礼这般 隆重而浪漫 除了这场隆重的仪式外 日间还有沙滩派对 众名员穿着碎花裙 在海滩上进行社交活动 而这场活动从傍晚一直延续到夜间 林田儿夫妇非常有心思 在沙滩上摆满了白色的盒子 白天看不觉得特别 当夜幕降临的时候 小盒子里的蜡烛全部点起 氛围感迅速拉满 夜间的海边派对 在入夜之后也随之开幕 派对中有美食 有音乐 有美酒 热闹非凡 林田儿应景地穿了一条 波西米亚风的沙滩裙 加入派对 招呼不同的宾客 大家都好不愉快 从派对的规模来看 是盛大而隆重的 应该是连办了两天两夜 而参加这场派对的名人 名员多不胜数 大多都是林田儿至亲与闺蜜 或是何正德的朋友 林田儿在香港社交圈 有名有地位 交友广天下 但是只有重要的朋友 才会被请到私人生日派对 或是结婚周年庆派对上 在亲人方面 林田儿的哥哥林孝贤 弟弟林孝能都来了 事实上 林田儿与哥哥林孝贤的兄妹情 真是很好 毕竟兄妹恋的年龄比较接近 又是家里的长子 长女 2023年 林田儿在法国尼斯 举办生日会的时候 林孝贤也到场了 今年的结婚周年派对 林孝贤又再度出席 感情绝非一般 倒是两个妹妹林仙 林浩一 都没有看到身影 林田儿的铁杆闺蜜有仨 陈晓丹 雅诗兰黛的中国儿媳妇陈宋莲 以及吴建豪的前妻石真善 这三位闺蜜都是顶级名媛 陈晓丹身份特殊 2018年 嫁到了香港 多年来一直保持低调作风 基本上 只有在林田儿的社交圈 才能看到她的身影 雅诗兰黛的中国儿媳妇陈宋莲 也是如此 至于石真善是林田儿最铁的闺蜜 林田儿十年前结婚的时候 她就担任了伴娘 十年后 见证姐妹的结婚十周年派对 她也颇有感慨 除了晒照 还写了感言 为林田儿感到开心 三位铁杆闺蜜都在场 永不落空 林田儿举办结婚十周年纪念派对 这是很多名媛都做的仪式感 当然实际上她与丈夫何正德也是真爱 林田儿与何正德的婚姻不是政治婚姻 虽然何正德也是豪门子弟 何正德是香港航道新闻集团主席的儿子 家族资产200亿 与林田儿的家庭背景旗鼓相当 但是两人就是自然相识 自然恋爱 林田儿从国外留学回香港后 在中信里昂证券任职销售经理 就这样认识了比她年长三岁的何正德 两人本来就是门当户对 又是真心相爱 根本就不会有人反对 一拍即合走进婚姻殿堂也顺理成章 2014年两人结婚 在法国以及香港各办了一场大型婚礼 全程瞩目 婚后林田儿为何家生了一子一女 人生圆满 重点是结婚十年两人依然很恩爱 夫唱夫随 别看何正德似乎有点呆呆的 但是很懂得讨林田儿欢心 不时地制造惊喜 浪漫 2023年林田儿生日的时候 她专程带着林田儿到两人出相识的地方 还举办了沙滩生日会 林田儿那是感动到不行 十年是一个阶段 如今两人开启了婚姻生活的下一趟十年之旅 相信依然会幸福 美满 林田儿是香港富商林建月和前妻谢玲玲所生的长女 今年四十岁 十年前 她和何正德步入婚姻的殿堂 两人不仅郎才女貌 而且门当户对 南方是富商和祝国儿子 当时 两人先后举办了两场婚礼 第一场在浪漫的法国 仅邀请家人好友参加 第二场在香港君乐酒店 官商名人云集 港澳五任特首 李嘉诚 刘鸾雄 朱玲玲 汪明泉 真子丹汪世诗等 均有出席 时为仙人的两人 现场十分甜蜜 林田儿大赞公公婆婆 而公公婆婆对她很好 早已是她为女儿般 何正德直言和她在一起 每天都是惊喜 一眨眼 两人目前已经结婚十年 先后生了一子一女 儿女双全 感情稳定 家庭生活幸福美满 4月28日 是两人结婚十周年纪念日 面对如此重要的日子 27日 他们已经开启了旅行庆祝的模式 据林田儿社交账号晒出的现实动态 抵达目的地的机场时 有专人接机 而且 他们行李特别多 至少有13个行李箱 有两个工作人员一起推 阵仗很大 虽然 她没有说出旅游地 但从晒出的照片可以看出 应该是海岛 而且布置得相当用心 很漂亮 有一张照片 她穿着白色的拖地抹凶婚纱裙 何正德身穿一套白色西装 两人手牵着站在沙滩上 周围摆满了白色的鲜花 有一张照片 她换上了一套度假风的长裙 何正德上身穿一件白色衬衫 下搭一条牛仔裤 夫妻相拥在一起 落日黄昏 波光淋淋的海洋 摆满许愿灯的沙滩 画面太美了 有一张照片 夫妻俩头戴帽子 打扮简单 大手牵小手 在漂亮的沙滩上散步 值得一提的是 这次庆祝结婚十周年 除了他们一家四口 还邀请了家人 好友参加 那都有谁呢 来看照片任人 这张 从左至右 分别是石正祥 林田 石真善 据悉 石正祥和石真善 是姐弟俩 也是富家公子和千金 而石真善 曾与F4中的吴建华 谈恋爱多年 然后结婚 五年后离婚 期间没有生育 这张 从左至右 分别是石正祥 林孝能 石真善 林孝贤 据悉 林孝贤 林孝能 是林田儿 同父同母的兄弟 其中林孝贤 现年41岁 暂时未婚 曾与多位女星 传出恋爱绯闻 这张 从左至右 分别是曹颖慧 林田 陈小丹 据悉 曹颖慧 是香港永新家族后人 老公 是战斗民族的 叶甫根尼 陈小丹 是陈云的孙女 现为兼容分析师 值得注意的是 林田儿的妹妹林心 并没有到场庆祝 事实上 这姐妹俩 平时鲜少同框 除非是家庭聚会 或者是公开活动 不得不说 结婚十周年 夫妻同心 亲友同庆 林田儿和郑德 真是豪门夫妻中的典范啊 好了 以上 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转发